天气转凉来晚关东煮最舒服 美式卖场引进冷冻包 但看看这身材有点落差 有民众朋友们在美式卖场 今年内买了同品牌两次关东煮 却发现内容物从原本720公克两盒装 变成两包550公克 总重量差了340 缩水两成三 但价格也降低40块约一成 民众质疑变相涨价 而业者透露也是受到原物料价格冲击 确实包装改版要走精致化 把先前的高丽菜卷换成黑木耳片 玉子烧玉饼等等食材 缩水是通膨来势汹汹 有网友也发现知名的老牌饼干 疑似变身了 饼干是埋到了 但有没有发现里面的隔间是越来越大 而且还没有塞满 左腰右换空隙有够大 还能塞下整根手指 网友发出十年前的包装 薄薄铝箔纸打开 没有隔间直接饼干占满满 对此客服表示 近期没接获到相关的讯息 会将转达给总公司了解 还有人发现 美国夹心巧克力 也似乎瘦身有成 外包装明显变小 疑似内容物也缩水 求诊业者表示 会再进一步了解情况 可能还卖不下去吧 可能一包一百块饼干 内容物只有一半的话 可能就买不下去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 就是需要用了买 不需要用了就是省下来 物价飞涨不回头 即使售价不涨 内容物这边少 那边缩一点 似乎也逐渐成为常态 TVB新闻 虞山米杰台北创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